宋曹辞人李清照 他宁愿坐牢也要争取打赢离婚官司 而郭公亮文照基金会就特别推出了 新编金坤大戏 清辉朗照李清照与他的两个男人 期盼以金坤戏取的力量 号召更多人一起来响应公益 寻寻 礼礼 蓝蓝 倾倾 送上一朵新花牵起受报妇女的手 李清照从古典中走出来 带给现代妇女离开暴力的勇气与力量 为了争自由 李清照是时尚第一个打赢离婚官司的女人 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戏剧 我们希望能够一加一大于二 与台北市各地方的 对于两性关怀的机构合作 然后把我们的收入 捐出绵薄作为一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大家有签出钱有力处理 全台湾每四分钟发生一起家暴案件 根据研究统计 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 平均要花七年的时间 才能下定决心离开暴力环境 那我也希望借由这个地诊会啊 鼓励受暴的妇女啊 不要害怕 真的要勇敢地站出来 其实社会有很多的资源 帮助你们 你们一直躲着 其实说真的 你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有没有帮他们保护你们的小孩子 真的 立心基金会多年来守护受暴富佑 让弱势妇女愿意相信 这社会仍然有很多人 肯协助他们脱离暴力 我相信这一出戏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很多的大众朋友 很多的甚至小朋友都看得懂 那我希望这一出戏能够出去 来宣导看到清照的勇气 看到我们妇女朋友的勇气 立心基金会长年以来 关照我们妇女朋友30年 那我们孤公亮基金会呢 长期推广我们的金句文化的发展30年 就30年加30年就是60年 然后当然我觉得对新北市政府 社会局或新北市政府来讲 其实我们也是大力推动性别平等 这部金昆大戏 说的是李清照如何走出家暴 扭转人生 孤公亮文教基金会 同时将票房部分收益 捐赠给立心基金会 为保护富佑尽一份心力 记者沈俊新北采访报导